有义德 现在这个西医受西方科学这些教育的时候 大概都把人跟动物试验没什么两样 那个比较上麻烦 还是找中医好 中医检查也比较容易 从把门就可以能检查出这个整个身体的状况 那么如果是业障病呢 一定要断物修善 才能够改善 下面第八个问题 火势又明 能交音时 适用事物心音 立业中音身级轨道等非人众赛 蒙观音菩萨 为神加持 谢令远离一切诸苦 即诸苦音 永远按理于谢土之道 请问是否如法 禁途宗里面 不识鬼神不用这个方法 就是平常我们用上供的方法 这个念供养咒 鬼神就在哪里 今天呢 还有一个同修告诉我 在这个国内 他们是 也是 每一个月 有一次发会 发会当中呢 有事实 有个鬼神事实 最近这一次 做饭的人 大概是想想省一点事情 所以供养的东西就少了 尤其是菜的时候很少 到这天晚上的时候 鬼神就来找他 为什么上一次 这个事实的时候 那么丰富啊 这一次你为什么供养这么少 是不是这样对待我们不公平 鬼就来找他 真如不是假的 这是提醒大家的是吧 所以供养鬼神要很认真 要把他当作客人对待 不能够厚此不彼 要一样的丰盛 鬼神逼人害之主 不是说啥 他们分别执着性很重 第九个问题 早课 念四十八月 晚课 念二十三到二十七品 其他时间呢 可以多念即便弥陀经 回向法界众生 是否如法 是否夹杂 很如法 不夹杂 这个方法可以 底下一个问题 是学生自八年前 听老法师讲经以来 住过很多道场 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 第一个问题 在佛门中领导者 若有不如法的事情 跟从的同修 是否在四项上造下共业 或者是因故人的发心 会有不同的别业 确实 有供业 有供业 也有别业 第二个问题 在佛教道场发心做义工 是不是在三宝门中修佛天 你要看你怎么做法 你做得如法 是在三宝中修佛天 如果做得不如法 在三宝门中造业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是要由智慧去鉴别 你才能如法 那要怎样 什么样的心态 是修佛呢 你能守六和尽就修佛 或者是你能够落实弟子规 落实感应篇 你在佛门为大众 这个佛物肯定是修佛 如果说违背了的时候 那就不免造业 这个一定要懂的 所以弟子规真的落实的话 他就是没有受三规五戒 他要念佛求往生 都能往生 第十一个问题 大陆的丛林道场 推从广论 这个广论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 这个风气很深 多以研究般的行事共修 由于父母亲在辞道场做义工 但父母也专修净土 不知是否会影响修学 如何与其他修佛者共处 如果你是真正明了懂得没有成功 菩提道次第论 菩提道次第论 也是基本的修行方法 基本也是初学的 是大基础的 能够好好修学呢 有这个基础 然后修学其他的法门 才会有成就 如果不能够落实 依旧是有困难 那么在我想象当中 基础的基础 还是弟子规 如果落实弟子规之后 学菩提道次第论 不难 否则的话还是不容易 这个是西藏密教 以这个为基础 底下一个问题 学生在一个道场 做大纳 大概是做出纳的义工 若道场有不合理的开支 学生做账是否有罪 我想辞去这个工作 但是师父不高兴 且业无合适的人选来借手 应该如何做才如法 这个问题 所谓是因果过人 负责 那么既然道场有这种情形 还是辞掉了最后 你坚决地去辞 你那个师父一定会找人解体 不可能他不找人 不可能他不找人 底下一个问题 中文佛经的如是我闻 涵盖许多意思 但英文佛经中 如是我闻的意思 就是 据我所知 如我所闻 恳请老法词开始 如要翻译成英文 以后为标准 那英文大家翻的 你去用这个标准就好 这个就是 个人更新不相同 中国人是得天独厚 早年翻金的人 对 卢 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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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